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臣特级大师的对局 说起这个有点花絮 当时这番棋我也是第一个下 我一过去看到孟臣已经出现在赛场了 然后经过抽签对阵黄海玲大师 李埃东他们的教练是李埃东大师 也是给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就是希望他能够直线手 能够有所突破的样子 对 尤其是对强大的广东队 对 再说孟臣特级大师 最近这些年状态非常好 水平也提升得非常快 所以他很希望自己能够获胜 对 他最近刚刚结束的高岗杯青年赛的时候 他好像战胜了王天伊特大 也是获得了冠军 所以说近年来势头很猛 但是这盘我们看黑方黄海玲大师 是如何反击得手的 对 双方是以仙人指路对骑马开局 对 说起黄海玲大师呢 我是比较了解 可能唐的特级大师不是很了解 因为黄海玲大师非常有名的时候 可能你还刚学棋呢 对 我就记得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称号 是四小龙之一 对 当年的四小龙之一 听徐川老师说他是布局专家 对 是的 当年的四小龙是黄海玲 孙永珍 洪志 聂铁文 四位大师 如今呢也都是非常强力的骑手了 对 是 所以这个面对现在咄咄逼人的孟臣特级大师呢 他也是布局选择的非常有信心 马八进七 这个这样的孟臣特级大师是还了这个中炮 对 一往这个棋 红帮不都选择两头蛇吗 红帮选择两头蛇 是 确实 两头蛇肯定是在黄海玲大师的这个赛前准备功课当中 对 他肯定是有准备 我觉得孟臣也是很老练 他就是突然变招选择了一个炮八平五 对 又架起了中炮 是 那么黑方其实也可以选择屏风马开局 当然他实战是选择了炮二平四 走了一个反攻马 然后红帮是 红帮马八进七 对 黑方 鞠一进一 对 他直接就升横鞠了 黑方处处避开了红帮的应该准备 对 我估计走到这样的局面是红帮 至少在赛前没有预料到的 对 那红帮是也是G9平八量鞠了 G9平八 马二进三 在这个地方感觉上黑方走马二进一更好 这样子 对 那现在形成了一个单体马的一个局面 虽然是单体马呢 但是马在这里看似比较笨 但比较好 因为在这里的话 过一会儿随时有G8进6吃兵的紧 等于说给了红帮一个攻击点 对 那我是编马的话 我这个马的位比较安全 是 对 看来这个骑真的是很灵活多变 本身我们以为单体马是不是特别理想的一个阵性 但在当前局面下又是一个很符合的一个 很可以选择的一个局面 是的 那我们它实在是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我们看看红帮后来 红帮是选择的 多了一个攻击点 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 停两头舍 G1平六 对方G1平六 红帮这次也走得非常积极 走了个炮二平三 嗯 炮二平三 那只能G6进三 G6进三 这样的守住 他马二进一 这样的话 红帮的大子也全部展开了 黑方也是G9平八 红帮呢 G1平二 那他也得炮八进四封锁 是的 不能让你G2进六很愉快的把G升过来 对 这个时候呢 黑方就贯彻我们刚才说的思路 红帮彻思路 就是G8进六了 准备吃足 那这个骑黑方 习惯性的防守也是没有用啊 对 他这个只能PUS平六这个调形 而且也打着红帮的抵势呢 嗯 对 是的 红帮呢 此时是选择的 是四进五 对 先稳一手 过一会儿还可以G8平七 吃足 是他的权力 对 黑方也得补一手像 看他在布局阶段 双方还是 走得还是蛮积极啊 对 不像 那红帮还是G8平七 吃掉 嗯 吃掉之后呢 黑方这个棋啊 走得也比较结实 走了四六进五 对 他是补一手 但是讲特的这个棋 我记得以前 黑方是不是有什么 炮八退三的一些走法 炮八退三啊 对 就是说 应该是有这样的思路 对 然后你炮三进四 如果把兵打掉的话 他在马七退九 对 有马七退九 过一会儿再走炮六平八 那红帮也可能有什么炮五平三 然后炮六平八打局 再G2平一再躲回去 嗯 好像也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缠斗的一个局面 对 我印象中记得有这么一个阵型 有这个棋路 也是也可以供大家参考 嗯 那这个棋 他他现在不走炮八退三 他先补了一手 先补了 是 他可能也是想下一步 我就炮八退三 嗯 对 对 这个地方呢 红帮最好的下发 我感觉应该是走炮五平六 这样比较好 嗯 就是先调整自己的阵型 嗯 对 过一会儿呢 我准备飞向之后 我过一会儿随时可能会有马七进六 登进来的棋 嗯 就是先把自己的阵型调整好 嗯 那我现在如果黑方炮八退三 那就 炮八退三 过一会儿 红帮是否有炮六进三 这样的棋有没有 哦 炮六进四 对 这样子 那等于说你充七足的目标 实现不了了 对 那肯定是不太不太好的 那等于说这个布局还挺灵活的 先把自己中炮给拆开 是的 调整好阵型 那这样子是不是还是一个红帮 保持先手的一个局 对 是 接下来红帮有起走 我可以补向再跳马 因为同时又多了个七路兵 对 这个阵型非常好 红帮还是比较满意的 嗯 是 那实际上他没有这么选择 对 他是 选择了炮三进四 好像直接打足了 对 他这个招法好像真的是蛮强硬的 嗯 就是 直接就吃个足 嗯 这样的 经过交换呢 红帮在物质力量显然是多了两个兵了 对 但是我们看 这个阵型 黑一方的阵型也非常的公稳 非常的扎实 看似是 对 反击也非常的厉害 啊 主要就是红帮的这个 嗯 某了两个兵 但是后防的这个好像不太稳啊 尤其是黑一方实战走了一个炮八进以后 嗯 那这个马好像对 强迫他跳出来了 对 跳出来 嗯 这个地方其实红帮同样是跳马 实战他是选择了马七进六 对 其实选择马七进八更好 这个局面下要跳外马吗 嗯 为什么跳外马呢 因为马七进六 黑一方过一会儿有拘六进一 这么抓得起 就是强行一个患子嘛 患子以后可以拘六平七吃兵了 你马七进八 你要再走这个 我就兵三进一过去了 不给你吃了 对 是吧 那我不是正好拘六平二 拘六平二 对是吧 拘六平二他是不是有拘七平八的起 哦 对 这是个交换 嗯 那交换呢 黑一方肯定不肯了 对啊 交换掉 我们多两个兵啊 对 那我还真 这个棋还真不能停嘛 嗯 那他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拘八进三还是 拘八进三 其实这个时候啊 泡八进一当然他是算他马七进六 如果更精细一点可能走拘八进五更好吧 哦 这个时候拘八进五 拘八进五准备这么吃他 强行吃他 哦 那哦 就是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红帮应该走炮五平六条形更稳妥一些 对 炮五平六那你这些点都没有了 你要走这些点我就像七三进五补像了 对 是吧 就是就是这个局面下布局阶段至少 就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孟臣特大真是求胜兴气啊 对 所以他这个走从棋的感觉来看就是走得很强硬 是 但是黑方呢如果抓住了这一点呢 就是黑方肯定能形成满一的局面 对 尤其是拘八进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棋 是 实在呢他泡八进一 他看他是可能马七进六 双方呢都往这方面计算了 对 这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局面 是 黑方拘六进一 正好拘六进一 这个时候不能走拘六平四 拘六平四他正好可能可以马六退四 这个 那他泡八退一退一步呢 泡八退一那我是不是拱中兵呢 后果我可以马一退三 说是兵三进一 都是一些思路 这个其实兵三进一 兵五进一都很严重 对对如果这么走啊正逐正中了黑方的这个计划了啊 对我看他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啊 对他拘六他就拘六进一 那么双方进一个大交换又交换啊吃掉 孟城特级大师是吃得了两个兵啊 这个时候呢黑方肯定是拘六平七吃也是 对必然的了 必然的走法啊 嗯 吃掉这个兵之后呢我们看这个盘面啊 红方是多了两个兵啊 但是黑方呢我们感觉这个 子力好像更加厚实是吧 对尤其是黑方现在有这个 炮六进六炮六进七啊 有一个偷吃狙的手段 对而且还有什么狙八进三啊 是的 对尤其还有什么炮八推四打狙的棋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棋就像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开局 就是红方的两个项 就是没有补棋 对那现在的局面应该有黑方满意了 一个局面 感觉上肯定是黑方满意了 对 虽然呢丢丢兵 但是呢他这个子力反击能力非常的强 对 我们看看接下来呢 红方也是还是贯彻自己强硬想赢的思路 是吧 就品酒又吃了一个 对他得离开险地嘛 所以说还得吃个 又吃一个 这时呢黑方其实我们说 如果这一期让你下 你认为黑方走什么级别 要我下午我就 我觉得我是很稳妥的走法 就G八进三嘛 对 G八进三拉住 因为我下一步就是要跟你交换 交换以后我可以吃你底相 对 这样子你来不及炮拆中炮 对 你当红方要是少一个相的时候 红方就算多冰 但是这个局面黑方也应该是可以抗衡的 对 有一些对杀的一个机会 是 我觉得 我觉得G八进三还是挺稳妥的 当然如果你要是躲炮的话 我正好顺势马 七进六就套上了 这个我们可以为大家分析一下 G八进三之后 如果拆炮 我们说这个局面到底是怎么 拆炮的话 你可能继续杀回去 是吧 对 这样的思路 吃掉 吃掉 我们分析一下 一个是多冰 一个是多一个象 我们看看 像这种局面 如果红方的马在这些地方 红方肯定是占优 对 那肯定的 他有攻势 关键红方的子力位置不太 而在这里的话 黑方可能马七进六直接就出来了 黑方的马快很多 那还得补一手势 那他有可能就马六进五 踩冰了 我们这些冰所谓的都是豆腐冰 对 就是吃一个冰 你补个下午 居在退竹林 对 就是说红方是多俩兵 但是少一个象 从这个棋来讲 应该是有一些顾忌 是的 如果红方是视像拳的话 那这个棋肯定 黑方是很难防守的 是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世界还挺重要的 但是实战我发现 就是黄大师 就是说他 走的招法也是蛮积极的 而且他有带有一定的欺骗性 对 他的招法都是充满了陷阱 尤其是在这种大赛 尤其联赛有时间日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他是选择了比较有趣的一个变化 大家来看看 是 实在呢 他是选择了炮八退三 到这里打 这个打 逼着红方 是不是只能走炮三平一 要是炮三退一 可能就不太好 那他可能军一队一简单就吃掉了 就吃掉 就刚才说的那种交换 就底下要丢啊 他肯定不肯 那直观的肯定是炮三平一 打掉 打掉之后呢 从物质力量来看 我们是 红方已经进多了四个兵了 对啊 而且黑方现在是一个兵都没有 对 一个兵都没有 其实夏天之来压力真的很大 对 如果作为你 你肯定不敢这样 我绝对不敢 尤其是这种大赛 就是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就不敢走炮八退三 这样的棋 但是想要赢棋 就必定会冒一些风险 对 这也是黄大师之所以赢棋的 这一个原因吧 是 这个时候呢 黑方显然要再走这个 可能是不划算了 对 那他这个 他正好聚杀过来 你要吃过来 他可以吃过去 对 这样你吃底相的话 你这个马就死了 对 吃底相马就死了 那你跳马的话 他可能会 下试都可以 对 他可以先落个试 先落个试防守一下 或者是倒马都可以 对 这样主要是 他这个物质力量多的 实在太多了 这样子多四个兵 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对 是的 甚至我现在就马一进三 跳上来都可以 对 是的 然后这样子多兵的话 就算你吃五个下 我狙炮三个兵 对狙炮实际权 是的 这优势太大了 那他肯定 他的计划肯定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看 过一会儿看看 到底黑方是什么样的计划呢 对 黑方是肯定还按计划 就马七进六跳上来 现在黑方是准备 马六进八 有没有一些偷吃泽的手段 是 那我们稍时休息 过一会儿再回来 对 好 好 齐勇 齐民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本局呢 这个精彩的 这个对杀战 现在呢 红方 面对黑方这个马七进六的一个攻势 他是如何选择呢 对 实战 他是 红方可能顾忌到黑方有马六进八的手段 对对 选择了 炮一退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 红方要是选择G九平四会怎么样呢 G九平四这个地方 如果你黑方炮六平八一打 那么我G就一躲 那这个马还是不好逃啊 你必须走G八平六了 G大平六对G 那么对掉 对掉你退市 接下来我就拆个中炮 你如果马登兵 我补向补后之后 阵性一调整 还是多三个兵 肯定红方占优 对 那黑方肯定不能接受这个局面 对 也不是他计算的这个 对 双方估计都不会往这方面计算啊 对 肯定是要走马六进八了 嗯 马六进八看似比较厉害 如果我们躲G 那他马八退九 白吃一个炮 对 对 但这个地方呢 红方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段 能走炮五平二 哦 对 嗯 那我现在 好像是不是也只能炮八进四 炮八进四啊 你这时候不能登马 马八进九的话 我正好炮打过去 你马九进七 称好G四退五垫上 对对 不是杀其 还可以炮一进三 对 门东 红方的速度更快了 是 那他这个弃G是不成立的 对 那他只能是一个换 换死 换掉 那么红方吃掉 嗯 你这个时候肯定得再杀一将吧 对 这个打G的话 打G他是不是可以飞象 哦 对对对 那那那得不偿失了 嗯 他只能吃象 只能吃象 吃象 他是不是走G四退六 是吧 G四退六回来 嗯 你如果换掉 那么我显然是多了四个兵 等于这个棋还是红方的意思 就是希望简化子力 对 这个简化子力就是多兵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是的 那这个这个形式下那个蒋特 你觉得这棋是不是还是红的好一些 那肯定红方占有了 因为接下来这个子肯定还是要对调 等于说他G马之中必须要换一个子 对 越对调大子越多 红方的优势更大 因为他多了四个兵 对 那看来就是黑方可能这个泡八退四计划 比较很有些风险 嗯 对 但是临场嘛 这个比赛就讲究临场 对吧 临场可能给了红方也造成了不少的压力 红方可能看他这个棋一打 但是没有可能 黑方有泡六平八 马六进八多重手段 尤其是马六进八 他一想就索性我就是泡一推二回来嘛 是 我觉得这也挺稳健的 对 就是说我防止了你马六进八的一个攻势 稳健之后呢 给了黑方的一个抗衡的机会 黑方泡六平八打G了 红方G二平一 对 这个时候吃没什么意思 要是吃掉的话 他可能可以踩掉 那这个一拨二底下不是丢了吗 对 底下丢了 甚至可以先拨八平六 拨八平六 或者是先杀底下再拨八平六 这样的话 黑方的双军炮也挺快 有情络缺相 像红方多冰 但这些冰都没有过河 没有形成攻势 对 是的 所以黑方应该是 不一定划算 黑方不用担心 这样的一个起 是 那只能G二平一 G二平一一朵 这个时候呢 黑方走得也非常的巧 炮八平九 后炮平九 后炮平九 这个呢 服有炮九进四 打兵 又打你G 然后G次炮的起 对 还有炮九进一 这个打G 然后以后躲炮一些起 对 实际上呢 孟臣特大师走了G一平二 黑方再走炮九平八 对 红方再走G二平一 黑方还是走了一个后炮九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其友们讲一下 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规则呢 肯定是双方不变作合 不是不是 应该是黑方变招吧 你说黑方变招 那他这不是下一步啊 黑方 这个是打G 对对 但是我这步起 我这个打兵是下一步 这个兵你没有过河 我打兵是下一步 对对 是没有吃子的 没有吃子 所以是不变作合的 不变作合 那红方其实还是按照 赞钱的策略 他肯定是不甘心的 对 尤其是觉得自己多了这么多兵 是的 只要把自己的阵型走好 那这期红方的机会就很大了 对 所以呢 红方这个时候为了求胜 就变化了 他有强行 没有走G一平啊 对 而是走了G九平四吧 他是走的 没有 他G九平四他都没有走 G九平四这么再这么走的话 他可能还是 打过来 打兵过来 打兵过来 他不是特别的好 防守吧 对对 是的 他可能还是打过来 对 打过来应该说也非常的严厉 实在呢 他是走了 走了炮五平二吧 对 他实战是选择了炮五平二 实战是选择了炮五平二 他这个走法也是 就是想要赶紧把中炮拆开嘛 对 那黑方当时实战 他是选择了一个G八平七 是 G八平七 他好像是不是走一个炮八平四 好像还是很厉害的 对 这个地方黑方炮八平四 很厉害 就是我就是平炮 就是说也防止了你G九平四捉马 的一个选手 同时还捉着炮 你这时候要是像七进五的话 他有什么G七进二的手段 是的 这个红方好像感觉蛮危险的 要丢子 红方应该要丢子 对 那你可能只能G一平二 还得这么出来 你G一平二出来 G一平二应该黑方是不是 也可以有G八进六规划再进G 对 而且我这个随时有打你 然后马六G五登兵的棋 我感觉这个棋 红方还是压力蛮大的 对 其实这个局面下 就不在于兵足了 而在于这个子力位置了 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 对 其实炮八平四 我感觉是个蛮好的选择 当然他实战G八平七也可以 是 G八平七 但是好像是不是也给了 红方一个可以抗衡的 抗衡的一个机会 对 实战红方是选择的飞向 他是 他是选择了 他没有飞向 他飞向 其实当时好像应该正常的走法 还是应该向三进五稳妥一些 我感觉 就是说向三进五 我们给大家摆一摆这个棋 向三进五应该还是可战的 对 因为这时候你要G一进二的话 可以抗二退一 就是说你这时候打兵的话 我可以G一平四了 这个一路炮看着边马 但如果你要G七进一的话 想要吃冰冰的话 然后我可以G一平四 也是G一平四 然后你要吃冰的话 对 你这时候还可以过门 可以泡酒精先打一步 让你G九退一退一步 然后我再吃冰 这样的话可能红方先吃到大子 是吧 对 红方先吃到 红方关键是这样子 好像有一个弃子的手段 就是说我这个两个泡没法躲了 对 索性我就先这么弃个子 是 对 我让你这么吃过来 然后我再炮一进二再长起来 这样子以后你G炮总会有一个交换 或者是你要丢子的危险 这样子红方 也不差 对 黑方没有冰族的力量了 那么这期黑方好像应该是很难取胜的 就算这个多个子 所以这个棋我觉得就是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可能还是应该考虑怎么去求和了 这种的 赶紧这个稳住心态 但是当时我看孟臣特大可能还是 当赢旗在下 对 太想赢了 对 所以下的招法太过于冒险 所以他实际上也就连像都没有补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想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突破 但实际上被黑方抓住了漏洞 实际上他是这样选择G九平四 对 他是想说他希望你对G嘛 对了你就吃不了底相了 这个时候吃相也不行 吃相的话他换掉 这样杀过来可能退市之后 他正好马炮不好动 对 正好这样子黑的要丢子 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在孟特达的一个计算之中吧 对 是的 他当时没想到 但是黑方很妙的做法 黑方这个地方正好有个非常妙的妙手 他是先打鞭兵 先打鞭兵 这样的话就打着你这个G呢 这一下就难办了 他实战是走相三进五就丢子了 确实也没有其他好的方法了 我当时还想他不能马一退二 但马一退二也不行 那人吃的底相 这个炮还打着这个敌马 这个对杀应该是很难去防守了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也是不行的 他就只能相三进 这样G七平九先吃一个 对 他先吃一个子 那你只能G一平四 G一平四 这个看似能捉回子 但实际上还是不行 黑方此时走了个非常巧妙的对子手段 对 大家看下这个棋 他是G九平八 G九平八 我估计这个对子手段也是孟臣特达疏忽的 对 我觉得黄大师真的是在这个局面下很冷静 对 尤其是在兵足都没有的情况下 还能把握战机 是的 然后这里他只能进行交换了 他不换再躲了也没什么用了 他马就能动了 对啊 黑马也走了 所以说他只能交换 交换 他踩回去 然后他G四进三 G四进三 抓炮 他正好有个G七平九 就是等于子子有根了 对 这个棋呢也是下层了很少见的一个棋局 就G炮嘛都在两条线上 对 都是用两个G来保护 是的 到最后呢 这个我们大家来欣赏一下这个多子怎么来取胜吧 尤其没有兵足啊 这个物质的这个抗衡下 对 红方是 G四平三 G四平三 这样的话呢 G八坚二 G八坚二 还是向我推三 这个地方如果退G的话 他可能G八退一 是吧 G八退一也比较严厉 可能还是不愿意对G啊 这个对了G赢的可能难度要大很多 是的 红方呢也不愿意把G离开这个要导 他是走了向五退三 对 那向五退三之后 红方的黑方的下法就非常的精妙了 是吧 他走了一个退炮 他就能炮八九退三 打G 这个正常就是希望你G走开嘛 走开我走活力以后 那就取胜肯定是很有希望 红方的G四平一 对 他走这个 他也不希望交换 他当时肯定以为 他一交换 他这样吃掉 你要退市 我可能可以一刀 这个棋那就基本上很难获胜 要这样再交换掉肯定是合起来 再换一个G的话 红方正好有三个兵 还是有一定的防守能力的 是 那这黑方也是不会这么轻易换子 黑方这个手也又非常巧妙的一手棋出来了 G九进一 这个时候又给自己的G生了个根呢 同时接下来可以炮九平一打你G了 他只能G三进一躲一步 他又走了个妙手 马八进九 打G 你又不能吃马 吃马这个炮九平三奔功 对 是的 所以他很无奈 他只能躲 这个时候他走了炮九平三 次序走得也非常好 颇有当年这个四小龙的风采出来了 是 炮九平三 他逼着他飞向 然后他炮三平二 又是一个准备吃底下 下底 一江G八平三了 对 是 红方只能四五退四 黑方是G九进二 红方是六进五吧 他是G四平一 他还是希望那个来换子 红方最希望的就是换子 换子有一定的核棋机会嘛 对 但是黑方也是不能的 对 他之四 然后炮二平一 他退居捉满 退居捉满 这个时候呢 他就G九平二 马上就过来了 气子 马上要 气子 对 双G炮就要绝杀了 落势 落势 这个也很巧 炮一平四 炮一平四 处处是妙手 对吧 他之后是G三平二一对 对 他是走了G八平六 G八平六 又是非常巧妙 他正好能避开你这个对局 你不能这么对局 对 他正好 正好有个炮四平六 这么打势 你一走这个就G白打 对 但是这个其实红帮也是很难防守了 现在上将的话 黑王简明也G六间而吃势 对 等于双G错的一个基本功的一个杀法了 对 最后阶段呢 黄海玲大师得子之后啊 真的G马炮的这个攻势 也是教科舒适了 对 全部都借上劲了 尤其是怎么脱离这个脱根的这么一些走法 很精巧 对 反观孟城大师呢 应该说这盘棋在布局阶段 他还是多兵 占得了一些优势 是 可能中局啊 也是在优势下呢 又想稳一点 但稳一点 抛一推二走 并没有稳住 在没有稳住的情况下 他就有点心态失衡 对 就强行想过去胜利 这样的话呢 也给了黑方出现妙手的机会 对 当然我们得恭喜黄大师 在获得这个妙手之后 就是处处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的这个杀法 对 尤其是马炮的这个孕子的配合 也是需要我们深刻的体会的 对 当然这个孟城大师在首盘失利之后 四川队也并没有因为这盘失利而放弃 他们在最后三元战将是越战越勇 最后还翻盘获得了胜利 对 今年的联赛也是频频爆冷 尤其是四川队战胜了冠军这个广东队 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而且奇迹都很精彩 同时今年的联赛 我发现还有这个越南籍的骑手 赖领兄 赖领兄也是来在第二次参赛 对 所以希望奇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男子甲级联赛的精彩队集 谢谢奇迷我们的观看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将会越来越精彩 对也希望我们经济联队也能下出风采 下出更好的事情 谢谢 好朋友们下期再见